鸡肉 我是小莉 今天就用这个五花肉 来做一个家常的红烧肉 把这个肉先焯一下水 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我再来翻上面 煮个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猪毛煮了之后看起来非常明显 再来拔一下 现在把肉来切一下 切成大致一厘米宽就行了 再把它切小一点 现在来上红烧肉了 锅加热后倒入油 加热一会儿后关小火 倒入白糖 炒这个白糖的时候油温不要太高 不然容易炒焦 这糖变成白炮的时候倒入水 火这个时候可以开大一点 上色后倒入黄酒 差不多二两 再倒一点生抽 生抽可以吃上锅一点 老抽 蚝油 翻松一下 再倒入生姜和大蒜 倒入开水 水刚好泡过这个肉就可以了 水烧开后捅了 水烧开后换小火 这个肉炖了差不多45分钟了 再来热一小时换大火 好了可以了 来装盘 上面再撒一点葱花 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哟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有点赞 您要考虑 我们思证 感谢观看